鐵皮倉庫燃起熊熊大火 黑煙直竄天際 消防隊貨爆立刻倒場拉水線搶救 但虎視一發不可收拾 還不斷向周遭工廠延燒 一共5戶而起火倉庫內 疑似存放丸類化學藥品 時不時傳出爆炸聲 有爆炸聲 裡面是放油漆化學的東西 甲本類的東西 不知道是為什麼原因會起火 我們就大家都跑出來看 只是知道從那邊的第一間 或第二間燒起來的 燃燒起來的第一間是 易燃物是化學藥品 第二間是衛生紙跟那個尿布 第三間就是只有放CNC的倉庫 起火地點就在台中神鋼 三十一號早上九點多 一處鐵皮倉庫突然傳出爆炸聲 接著起火燃燒 消防隊到場搶救後 歷經三個多小時 終於在十一點五十五分 順利將火勢撲滅 但工廠內尚有部分殘火需要處理 幸好整起火在意外沒有釀成人員傷亡 但詳細起火原因以及財損狀況 還有帶火掉人員離親 現在排火燃清理 五十五分才做法 不含排人員 四十五分才